现在我要给大家做一道江西美食中的经典炒粉 老张炒粉 刚刚我把电磁炉的火打开了 然后现在要往上倒油 没事 我又倒锅了 热热锅 稍微油稍微倒多了一点吧 这是一个错误的时代 把时间准备好的蛋再匀一匀 等油冒泡了 热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蛋搅进去 先把蛋炒 现在把蛋装进去 油是真的有点多 锅本挺大 因为是平底锅 所以他要把蛋翻个面 要不然会炒得不容易 是不是很诱人呢 感受得好开一点 香味菇比尔的 这时候我们中央给过炒 把油逼过去一点 然后呢下我们的辣椒 先要把辣椒在油里煸一煸 才会入味儿 老妈 没有给我冲蒜吗 有 哦 好 煸好辣椒以后呢 辣椒的味煸出来了 放在里面稍微 跟蛋稍微炒一下 炒一下 好 现在 我们就要 把粉下进去了 这个锅有点小 不太好抠住 好 炒一下 现在我们要放 酱油 炒一下 好了呢 炒一点辣椒面 灰火也可以 灰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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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料酒 料酒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忘了 放点 然后这样均匀的擦上去 白一点点 OKOK 然后再放一点调味酱 我觉得我昨天炒的有一点 有一点 微味 然后放点酱 色香味 再来一点 用好的东西呢 盖起来 找完摄影布 放多了 然后 然后 这碗的熟食吧 我妈也炒了一碗 然后我要喝她的粉 battle 然后再来 放入 骨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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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卫 骨头